不是 是这样的 假如你坐在我这个位置 要给你一个编导的工作 编剧的工作 我衡量不出你的水平来 你得拿出东西来 这是靠国说话的 因为这方面是我去年十月份以后 才开始去重点去做的一些内容 我可以说现在这方面我是在学习中 同时也是在慢慢地去摸索 因为我本身的基础其实很好 因为有这个舞台剧的编导的一些基础 现在正在做的 不能让大家能看出来 它有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说就是这方面 我没给这次带来 这些相关的内容的展示 你说你现在正处于学习阶段 你为什么又把它排在了 你意想岗位的第一位呢 短视频这块是最感兴趣的 就是我最想干这方面 也是因为在我预选的这几个工作中 我最想学的一些东西 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 为什么要花钱给岗去让你学 而不是让你直接来创造价值的呢 真的是求知错位 整个真的求知错位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话 我同样找一个学的人 我愿意用一个年轻的人 我愿意用一个38岁的人 自我的规划很不明细 对自身的能力也不明细 自我认知有偏差 自我认知它有偏差了 其实它缺乏对于爱好 职业 甚至理想梦想 这些到底它的边界都在哪儿 每一次草率的选择 都会让你在未来买单的 我觉得从上台到现在为止 我想起了一个词 叫做过度美颜 无论是你的照片 还是你的舞台剧 还是你的短视频 过度美颜 而现在这个美颜 正在一步步地卸去你的伪装 让我们看到了 本来面目的你 二次演的风格就是这种 对 但是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我们在拿钱买你的价值 而你的价值 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光鲜亮 他也没说有多光鲜亮力 对啊 他没有过度美颜 比如说照片是不是过度美颜 照片 不是 二次演的风格 谁叫我都这样 都不赖他 第二个 他的短视频 我觉得短视频说实话 拿不出手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 我拿不出手 第二个 市场也没有给你足够的数据 证明你是短视频方面的策划 还是演员的高手 对不对 其实我最想说的所有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问他 一个七年半的工作岗 却到了今天 说不出一本书 除了自己本能的职位上的那些能力之外 能够有学习意识的人才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ésu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